船頭有一隻金馬造型的遊艇 在日月潭酒吧附近擱淺了 消防隊派出救生艇 把船上的旅客揪下來 再到另一艘遊艇接駁上岸 船上是20名外籍遊客 有歐美人士 有菲律賓籍 他們穿著救生衣換船 很意外遊湖竟然擱淺了 就是沒有下景點 就想說慢慢開 離岸邊也還有一兩百公尺的距離 不知道這邊水位那麼低 那就擱淺 空拍來看低水位的日月潭 一艘白色的遊艇擱淺 像是汪洋中的一條船 顯得渺小 部分潛水區沙石露了出來 擱淺的地方靠近九蛙 也是水潛的地方 重回現場水深不到一公尺 日月潭早上放水 提供大觀電廠發電 晚上再抽回日月潭 因此每天水位有起有落 不過因為枯水期 整體水位下降 已經撤除了低水處的浮排 大家期待下雨 有不少民眾發現南投天空 出現了飛碟雲 夾狀高激雲透露水氣來了 由於西南風帶了暖濕空氣 因此這裡來說 夾狀高激雲飛碟雲的現象 是一種大氣逐漸轉為暖濕 的一個增厚 的確是個好消息 中央氣象局表示 封面接近全台都要下雨了 尤其是從今天入夜開始 一直到明天的這一段期間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隨著華南雲雨區所帶來的水氣 是比較偏多的狀況之下 那其實各地都是會有一些 短暫震雨或的天氣 華南雲雨區東移 加上東北季風的影響 全台各地都有降雨的機會 春雨終於來了 TBS新聞 陳家貴 吳淑萍 南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